安波足球快信,2021年1月12日,马古尼将冒险出战班尼。 据利物浦回声报,消息,曼联主帅苏斯克查表示不会为了伤红会议去雪藏哈利马古尼,哈利马古尼目前已经背起四张黄牌,再多一张就要自动停赛一场。 今个星期对曼联至关重要,球队将分别迎战班尼和利物浦。 队长哈利马古尼之前已经拿到四张黄牌,如果在对班尼的比赛中再整多张黄牌,将无缘星期六的双红会。 对此,苏斯克查地说,哈利马古尼将参加对阵班尼的比赛,这个是肯定的,除非他病了,你们不要将目光放在这场比赛之后的比赛上。 由2019年夏天曼联以8000万英镑的价格签了哈利马古尼,球员到现在每场联赛中都以正选身份出场。 目前,曼联踢小一场和利物浦同分,委居次席,如果对阵班尼不输球,将已榜首的身份迎战红军。 你听着安播足球快讯,刘易军报道,记住subscribe我们的频道和赞我们的专页。下次再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感谢观看